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我们频道之前上读过铁维娃的全闪的NATS 大家嫌8盘位的太贵了 后来搞了台1000出头的4盘位的 大家仍然嫌贵 不过这次嫌的是SSD贵了 全闪的NATS还是太小众了 这回铁维娃拎机动 干脆把全闪和传统的SATA合在一起 整出一台3个M.4个SATA的7盘位的NATS 这种盘位组合其实很少见 但是也确实很有亮点 就算是自己组装的DIY NATS 不加装拓展卡的情况下 主板上一般也就是2个M.2 而3个M.2加4个SATA的组合 基本上能覆盖大多数用户的真实需求 既要速度又要便宜的大容量 最高可以拓展到144TB 刚好我有个朋友 他们工作室一直是靠着移动硬盘 去导素材 素材一多 这种方式就越来越折磨人了 于是来问我去推荐NATS 我第一反应当然是无脑推荐台厂的 但他说高价低配他不满 不想3000预算金卡吧 加钱加到98000 要性价比一点的 那就只能看一看路厂的那几家了 某个系统都要被网友吹上天的 反正免费的可以先用着吃吃水 但没两天他就和我吐槽了 这个魔改减幅和相册都还行 但是系统本身的线长就只能同步 NATS对电脑备份能备份的东西不多 还最短只能够24小时一次间隔 那这真的是网络附加存储吗 有没有把附加存储的本质工作做好的NATS推荐呢 那正好我们手里刚到了一台铁维码的F4-425PLUS 让他拿去用 在保证同步与备份任务的同时 也能兼顾他们需要的娱乐素材管理 担对协作这些功能 那在用了几天的F4-425PLUS之后 那他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再也不用移动硬盘排队考素材了 当然这试探NATS就能实现 更重要的是铁维码一系列的备份功能 他能够将Windows虚拟机各种云爬 都备份到NATS当中 这是除了台场之外 其他路场NATS做不到的基础功能 除此之外 这台NATS在硬件方面最打动他的 不是这个新出的银黑撞色的机身 而是他那三个M2的SSD做高速持的玩法 同行多数就给到两个M2 这台直接给了三个 可以实现SSD存储池RID5 再配合定时任务 将SSD的数据 自动备份到HDD的池里 等于说是一机两用 埋台机器同时扮演了主纳次 和热备份两种角色 成本没加多少 可靠心却上了一个台阶 同时他平时还经常玩一些开放式的 多人在线的生存剑道游戏 以前的游戏服务端都是架设在Windows本机 或者是虚拟机里的 存储还得自己手动备份 有了这台NATS之后 他直接用我们前面提到的一系列的备份功能 把游戏服务端的数据 全部自动同步到NATS里面 省心了不少 最近他直接跟我说 想干脆把全部游戏服务端 都迁到NATS的虚拟机 或者Docker当中 这个全闪存储实在是太爽了 传统的纯HDG的锐党 在顺据读写上 确实已经满足大多数的场景 但是像碰到游戏开服 多人在线并发读写 以及ISCAS映射本地盘 这种4K随机IO密集的场景 机械硬盘天生的短板就全包录了 明明顺据读写没有吃满 但是负贷一上去 总是觉得一卡一卡的 全闪存储持最核心的优势 就在这里 固态硬盘强定的4K性 左辆的卡卡 就好像真的在用本地磁盘一样 而另外一种思路 就是将M.L作为缓存 再利用双5G的网口汇集成实际 从而实现内网实际的高速访问方案 对比下来有商道普遍还是双2.5G 甚至还有千兆的 在单绘化大文件的传输 素材聘发访问的这些场景下 2.5G就很晚会被打满了 而5G带宽更高 平静更难被踩到 我们可以在系统中将双5G的网口 创建四种不同的BOM的模式 包括负载均衡 列路聚合 XOR以及主背 两个5G口都插在实际的交换机上 就能够实现列路聚合 带宽逼近实际的总口径 在不需要外置网卡的情况下 实现了内网的万兆体验 说过正前 这种固态硬盘作为缓存的方案 看似美好 实际上在真实的场景里 缓存并不能解决随机读写的瓶颈 而且受限于缓存命中率和回血策略等问题 在遇到大量随机血或并发负载的时候 缓存就有可能去跑偏 就像你玩Galagame 自信满满 全CG解锁成了Galagame大神 但是你现实中一个女生 人家脸上也不会去谈这些选项框 这不就一根筋变成了两头堵了 全场存储持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我们能够得到稳定的4K随机IO 低延迟和可预期的吞吐 Galagame玩的再多 不如天生一张帅脸 就像它经常开服的《我的世界》 《泰拉瑞亚》等游戏 对于小人家的高频读写是特别敏感的 用HDD即使实际的网口更快 延迟和4K性能还会拖后腿 浮一大人一多就容易解锁服务主了 而服务主我为什么这么卡 那将游戏服务端牵到一台 24小时不离线 且有高速存储持的NAS当中 他和他小伙伴们就只需要关注游戏本身了 剩下的就交给这台铁维码的F4 425PLUS就行了 另外还有两个我觉得值得说到的点 数据盘外挂和精细全CM控制 买了NAS也并不意味着之前的移动硬盘吃灰了 除了两个5G的网口之外 这台铁维码的F4 425PLUS 还有三个实际的Echo和一个实际的C口 铁维码的TOS6允许用户热插拔并且直接读写外挂硬盘 等于是3加4加4 插上了盘就能看见原有的目录了 烤、剪、编都能马上开始 无论是临时读写还是长期作为外置的存储都很方便 最后就是全线分配了 脱胎于企业机的TOS6在这方面显得加轻救赎 对于谈论来说 谁能读、谁能写、谁能删 这些权限都是必须明确的 数据无价 如果不做好相应的全线分配就很容易出现 谁动了我的温呢? 我放在这里的文件怎么不见了?等闹剧 相较于传统的Linux系统 TOS6不仅提供了执行、读取和写入三种通用权限 还额外拓展13种可由用户自定义的权限 就像是我朋友的工作室 一个项目会由不同的员工进行分工协动合作 摄影师、后期、文案、动画等组别 对同一个项目组的访问需求是完全不同的 哪些文件大家都能够读取和写入 哪些文件可以读取但是不能写入 哪些文件可以写入但是不能删除 这些细致化的权限纷纷都需要根据具体的职位 进行细致化的管理 才能保证数据的安全和提高工作效率 不至于在出现外话的时候 出现了我的文件怎么找不到了的内忧 一句话总结 就是铁维码F4-425PLUS的3.2加4tata加双5G网口的设计 是当前NAS市场里非常亮眼的组合 再加上4个实际USB 实际可以做到3加4加4的存储形态 属于铁维码的诚意之作了 如果说你觉得机械硬盘的4K随机性能上 又觉得全闪NAS全上固带硬盘太贵了 那么这台3.2加4tata加双5G网口的 7范围体维码F4-425PLUS 可能就是你要寻找的平衡点 那今天节目在这里 不知道你如果看了这台体维码F4-425PLUS 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 如果观众我们别忘记 请点赞和点赞 我们是全YouTuber 你们点赞和订阅发动用 如果想来点更多电脑资讯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号 喜欢个StyleK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让当天不常骨都数码 谢谢观众我们下次见 拜拜